又面临一个重大的难题 那就是 怎么在众目睽睽之下 让段风跟唐天远单独见面 好在我机智聪明 给段风画了一个乌衣装 衙门里啊 没有一个人发现 然后呢 然后就冲进去了 你猜唐大人怎么着 怎么了 唐大人两眼乌黑 全身溃烂 他已经奄奄一息 那依你的意思 我现在是诈尸了 那你怎么来了 跟我去个地方 林荫姐 你还没说完呢 清禅 你帮我复试一下 好吃吗 我们玩这个吧 就差一点 把手给我 真是太厉害了 太厉害了 套到金子了 你二位真是太幸运了 谢谢 我给你一家 金子 没想到你这么会套条 不如我们再去套几个回合 多套几块金子吧 人家小贩不容易 你想让他赔个倾家荡产吗 开门做生意院赌服输 今夜带你来啊 不光是看热门 这金子可大有用啊 这么晚了 这姑娘怎么都往月老庙跑 我们也去看看 好 走 大叔 姑娘 抛个玉碟吧 写上您和公子的名字 抛上这月老庙门口的 姻缘术 保证啊 有情人终成眷属 多少钱一个 不贵 一两银子一个 一两一个 走吧 走吧 全是骗人的 不贵 不对啊 你这画本子里不都在写 善男信女 在月老树下定姻缘吗 那 我现在跟你在一起才发现 那些都是无用的 只有他们才会被骗 咱们不一样 咱们都这样了 对了 我的扇子好像落在上面了 我取一下吧 公子 这 唐天远 谭灵音 好 市面上的猎金 已经如此之了 这也这么能吃啊 来啊 来啊 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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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宜住香蝉壁 谭食业生 今夜餐费全免 附送包子一剔 生长 生长 我不是让你先回家待着吗 你在这儿干嘛呢 生长有什么意思啊 最终免费夜宵 吃啊 跟我回去 怎么哭玩着呢 你 吃 吃 你 平日里 看你在县衙活蹦乱跳的 怎么最近总是在外面活动啊 是不是因为县衙里多了一个人呢 谁说的 衙门是我家 来个客人怎么走 这么好客 要不然我干脆就不让他走了 好了 别闹了 好了 不闹了 我呢 知道你最近心里不舒服 但又爱着师爷的面子 所以说假装大动 可你心里叫着劲 处处想和他比 那我能怎么办吗 江小姐遭与你有婚约 而且人家还知书达理 我呢 我怎么看都是个小门小户 不知道天高地厚购人的狐媚子 一顿饭吃三地包子的狐媚子 我还是第一次见的 反正我就是个平民女子 无依无靠 无声无息 我看你是无法无天的 我看你是无法无天 他另言我告诉你 我要娶你为妻 唯一的妻子 那江沐春吗 给我一点时间 我会解决的 真的 那你会一辈子跟我在一起 永远不骗我吗 我们的昨日 就是过 脚下烟波 走一句情歌 扬柳垂措 是你许下的承诺 牵绝着废话 和出落 所以我不管是 哪吴 说 要不在乎 这一句话 喝酒也不叫上我 你不是去寻街去了吗 寻什么街啊 统领这么安生 寻什么 我看呀 这最不安生的 就是咱们衙门了 你 你别这样 小心别人看到 我可不是老唐 我不想演戏 我也不会演戏 如意啊 可能这次 我不能帮你再瞒着了 你从来都不需要替我瞒着 我会去向唐大人坦白的 只不过